在中国,有这样一项超级工程,投资上万亿,规划时间长达50年,进程之后将会汇集4亿国人,而这就是著名的南水北调工程。 此项工程的建设让众多地区摆脱了缺水的困扰。 南水北调作为中国最伟大的一项工程,那工程建设难度究竟有多大呢? 在观看视频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内容了。 众所周知,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有南北之分,并且气候也存在差异, 因为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原因导致水资源分布的极为不平衡,所以造成南涝北汉的局面。 对于陕西关中和陕北来讲,缺水的现状为居民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 当地的居民为了维持日常生活,只能够开采地下水源,这样做的后果导致出现了路面塌陷问题。 为了能够彻底改变这一现状,于是中国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计划。 而引汉未济工程就属于南水北调中重要的一环。 此项工程的建设就是将汉江水源引入渭河中。 调水规模将会达到15亿立方米, 届时将会汇集到西安、宝基、渭南等城区。 涉及到的人口数量将会达到3000多万。 更重要的是,引汉未济工程的建设将会彻底改变关中地区开采地下水的现状, 对于环境保护和防止地质灾害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由此看来,引汉未济是名副其实的惠民工程。 但是此项工程的建设难度却是我国所有掉水工程中最大的。 而就在施工之前,我国工程师就曾表示,此项工程的难度堪称世界第一。 首先,引汉未济的修建要跨越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 并且还要穿越秦岭众多隧道。 秦岭是中国南北分界线,属于世界十大主要山脉之一, 山势陡峭,环境恶劣。 其次,为了能够让汉中水流入到渭河, 那么必须得打通秦岭山脉。 而秦岭隧道的最大深度达到了2000多米, 而且其中还有岩豹和泳水。 万一稍有不慎,将会威胁到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面对种种困难,中国工程师依然奋勇向前,挑战人类奇迹。 因为这是人类首次凿穿秦岭隧道的超级工程, 经过前期规划、验证, 隐汉未济工程在2014年正式建设。 而就在动工挖掘之时, 工程师发现秦岭内部的地质结构复杂, 岩石坚硬, 使用普通的施工设备压根无法将其挖掘。 为了能够克服这一难题, 于是工程师直接将顿勾机搬运到秦岭山中, 为挖掘隧道的工作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在打通隧道之时, 却遇到了渗水、塌方等众多突发事故。 为了防止岩石爆炸, 施工人员更是穿上了防弹衣, 以此来抵御意外事件的发生。 为了能够让陕西地区的百姓早日喝上汉江水源, 工程人员更是12小时轮班施工。 而就在此种艰难的环境下, 中国工程师更是耗时了8年时长, 隐汉未继秦岭输水碎洞终于在2022年2月顺利打通, 并且还创下了多项世界记录。 工程进度时间显示出, 在2030年, 隐汉未继的水量将会达到30亿立方米, 届时将会彻底解决陕西地区的缺水现状。 而除了隐汉未继工程之外, 我国还准备投资4万亿, 修建藏水入江工程, 预计在10年之内将此工程建设完毕。 此项工程也属于南水北调中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 藏水入江的建设将会彻底解决 我国西部地区的缺水问题。 但就在我国提出修建方案之时, 却遭到了印度方面的反对。 莫迪还对此声称, 我国一旦将此项工程建设完成, 印度将会引入到缺水状态, 甚至比非洲一些地方还要缺水。 那这究竟是为何呢? 其实藏水入江工程是在雅鲁藏布江地区取水, 经过人工打造的方式, 直接将水源引入到新疆地区。 但是这两个地区被重重的喜马拉雅山所阻挡, 如果要实施此项工程, 那么首先就得必须凿穿喜马拉雅山脉, 然后在雅鲁藏布江进行取水, 途中经过内蒙、宁夏、宁川等众多区域, 最终到达新疆喀什和田地区。 仅从施工难度上来看, 藏水入江工程是迄今为止投入人力最多, 耗资费用最多, 施工路线最长的工程。 我国专家就曾预估, 藏水入江花费的资金将会达到4万亿, 这个造价比所有南水北调的工程加起来都要多, 而4万亿还只是预估资金, 工程实施起来恐怕还不止这些。 除了资金之外, 众多现实问题也需要中国工程师去逐一克服。 首先,喜马拉雅山脉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山脉, 这里气温低,被称为人类禁区, 东西两段山脉的长度更是达到了2000多千米, 其次,喜马拉雅山脉属于地震断层带, 在此处施工,一旦稍有不慎, 将会威胁到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但是藏水入江工程建设完成之后, 将会辐射整个西北区域。 2017年, 藏水入江工程就已经得到批复, 而就在项目准备动工建设之时, 印度方面站出来极力反对对藏水入江工程进行阻挡, 因为印度国内只有一条恒河, 大部分居民依靠这条水源生活, 进而印度方面担心中国会截流水资源, 这样一来会让印度的水资源有所减少。 其实,在建设藏水入江工程上, 中国根本不会主动破坏印度水源。 话说回来, 我们在自己家里修建工程, 印度有什么资格来指手画脚? 数据显示出, 藏水入江工程或将在十年之内修建完成, 届时会将彻底地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所以长远来看, 藏水入江必定会是一件工在当代, 立在千秋的超级工程。 此项工程的建设也必定会在中国基建历史上留下浓墨的一笔。 各位觉得中国能够实现藏水入江超级工程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